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闹得沸沸扬扬的李昆成儿子李卓轩和妹妹齐齐炮轰林静恩一事 下面就让小鱼来为你巴一巴 李昆成死后两个月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吧 在系数林静恩酗酒成性 转移财产 伪造婚姻证明等六宗最后 李卓轩曾预告还会在周末爆猛料 就在四日 李卓轩向媒体公开了林静恩的录音 据台媒报道 这段录音是四月三十日录的 林静恩当时醉酒 在家中大吵大闹 管理员因此报警 也惊动李卓轩 李卓轩问林静恩是不是心情不好 得到肯定答复后 追问原因 林静恩近回 因为你骨灰 李昆成骨灰有一部分放在家里 没撒干净 我在想是不是K粉 而李卓轩以程序就是这样 剩下的就是留作纪念进行解释 李卓轩向林静恩表示 既然李昆成生前要林静恩住下来 就希望可以帮爸爸留一点名声 林静恩还问需不需要向整栋楼道歉 林静恩让李卓轩进屋看看 李卓轩却却发现满地狼藉 林静恩承认自己暂时无法戒烟 没有否认嗑药 李卓轩听到后还劝其戒酒 李卓轩建议并想陪同林静恩去就医 但林静恩只想等李昆成死亡证明 林静恩看见李昆成的骨灰 还一直碎念喂食膜不撒干净 最后将骨灰归还给李卓轩 而事后管理员跟李卓轩透露 先前林静恩常常和李昆成吵架 李昆成都是好声好气 但已经严重扰邻 李卓轩也试着联络林静恩爸爸 希望对方赶紧带女儿去治疗 以免发生更大的事情 但却得不到联络方法跟回应 李卓轩晒出录音后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消息传到内地后 多数网友依旧站在林静恩这里 李昆成是台湾音乐人 著名爷孙恋男主角 他年轻时曾有过一段婚姻 生下二子 后一因外遇而离婚 长子四十多岁 次子于2004年车祸过世 他还以此替歌曲《心肝宝贝》填词 在林静恩之前 李昆成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小二十岁女友小鱼 但在谈婚论嫁时 李昆成却疑似劈腿了 女方正是有人还就读高中的 未成年女儿林静恩 林爸对李昆成行为非常愤怒 还爆料李昆成是追林静恩姐姐 无果才赚的目标 林静恩为了能与李昆成在一起 多次正面开思爸爸 还多次对不公堂 2023年4月9日 李昆成去世 享年66岁 他儿子曾在社交平台上透露 爸爸一分钱都没有给他 还向他道歉 但他却觉得爸爸给了他很多金钱外的东西 林静恩则接受采访 大方的承认与李昆成已经结婚 表示李昆成走得很安详 自己无悔与对方在一起 台媒随后也公开 李昆成与林静恩病房前结婚视频 称两人登记时间是2023年2月1日 目的是为了方便完成治疗期间的签字手续 李昆成儿子为父亲举行海葬后 几天突然开思林静恩 爆料林静恩在李昆成病重时 把李昆成银行卡里的救命钱权领光车子卖光 还仿照李昆成的签名办理结婚手续 将李昆成房产在内所有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 后来李昆成儿子再度爆料 透露李昆成海葬当天家属只有自己和姑姑到场 林静恩得到通知却因为怕承担僧葬费用没有到场 李昆成的妹妹也加入骂战 爆料当李昆成无法自理时 首要竟然不是找林静恩协助送医 而是打电话向他求救 就连住院期间都是自己意间扛起重担 林静恩还一度不愿通知李昆成的儿子 就连与李昆成结婚一事 林静恩也是趁他没去医院的当天就随即办好 台媒曾爆料 李昆成收藏的6万张黑胶唱片价值5000万台币 每个月还可以收到数万的版税收入 遗产整体于2000万人民币 李卓轩表示房子已经过户 只要林静恩好好表现可以给他 其他东西要和林静恩一人一半 自己会将拿到遗产 全部捐出去给福利院孩子 但被林静恩拒绝 被李昆成儿子 妹妹联合手撕后 林静恩回应自己虽然换了门锁 但是也给了李昆成儿子新门锁的钥匙 自己一直睡得很安稳 但李昆成的死亡证明 还是要麻烦李昆成的儿子去办 没想到 现在李卓轩又晒出了录音 稍晚 还没有爆出林静恩的爸爸出大事 无法联络的消息 据报道 因为只有珍系亲属才能将人强制送医 所以李卓轩才执着于找林静恩爸爸 但却从林爸爸好友口中得志其家中出大事 没办法帮忙处理林静恩 目前林静恩没有任何回应 虽然林静恩还没有回应 但完全理解为何多数内地网友反而站他这边 作为未成年小女孩 他让老男人洗脑成真爱 献祭出身体 青春 原生家庭和原本正常的成长路径 等到老男人抵挡不住自然规律化成一搓土 却要独自面对窘境 被抵押多次的房子 一无所有的存款账户 卯足尽要把小后妈打造成疯女人 从而拿回一切的剂子 还有被扭曲了时空的人生 茫茫如荒野的孤独 还有被割成碎片同时被网络直播的未来 林静恩可能要在漫长的颠簸流离之后 才恍然醒悟 那个他爱过的老男人 是怎样贪婪而又卑鄙地窃取了他的人生 66岁的台湾音乐创作人李昆成死了 海葬 小40岁妻子林静恩发疯 这是银孙恋发展至今 让人意料之外 却有情理之中的结局 没有人同情 4月8日和林静恩相恋10年后 李昆成因大肠癌秘密住进了医院 211天的贴身照顾 让林静恩有了公开的名分 他们在ICU病床上举行了婚礼 那时的李昆成命不久已 床头的红气球和大双喜显得 尤为刺眼 一对新人在圈地刺盟 做事不要冲动 脾气不要那么差 这是李昆成临终前给林静恩的留言 很显然 最了解林静恩的 还是和他相伴10年的李昆成 只是没料到 林静恩根本没有听进去 按李昆成的要求 他先火化在海葬 后世交由儿子李卓轩全权处理 林静恩则带着行李进行环导 带着他再好好看看这世界 李昆成喜欢自由和潇洒 对爱情也是 于是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林静恩 儿子一分没有 接受采访 林静恩表示 会把李昆成留下的东西留给他爱的这片土地 下辈子还会想再重逢吗 在最好的年华相遇会 希望是年纪相当的状态在一起 林静恩面对媒体的质疑 不假思索地回答 而这份至死不渝的爱情 在李卓轩看来就是个笑话 6月5日 李卓轩公开了一份录音 爆料林静恩在家摔东西大吵大闹 屋内电灯破碎 烟灰刚掉在地上 报了警 救护车也到了场 林静恩不愿意跟他们走 因为他在演戏 这个女人疯了 李卓轩毫不客气地建议他去看医生 甚至呼叫林静恩的家人把他接走 可他似乎忘记 林静恩早就为了爱情与家人断绝了妇女关系 林静恩的父母完全找不到联系渠道 在李昆成病逝前 林静恩自行伪造文书 死后霸占李家房子还换了锁 李卓轩在记者前的无奈 仿佛在昭告世界 这个女人不仅疯了 还被世界遗忘 林静恩坦诚是酒后情绪失控 想来也是李昆成一走 他的世界还能靠什么支撑 回忆十年 他们用了整整十年 也没有得到大众对他们的谅解 随着事态的发展 儿子和继母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戏剧化 仿佛小说里的一场阴谋 十六岁的小女孩献祭出身体和青春 十年忍气吞声 只为一招夺得家产 儿子将继母赶出家门 打造小后妈 封批人设 夺回一切继承权 最坏的莫过于李昆成 将少女的敬仰和崇拜洗脑成爱情 最后挥一挥衣袖 随海峰化作一缕风 李昆成是林静恩爸爸的朋友 林静恩十二岁就认识了他 十年前 他们一个是天真活泼 浪漫懵懂的小女孩 一个是成熟稳重 才华横溢的创作家 在双方家庭都极度反对的情况下 相差四十岁的师生恋 还是发生了 林静恩为了追随李昆成 不惜与父母决恋 父母为了抢回女儿 和李昆成对簿公堂 最终 李昆成带走了林静恩 可他却没有在相爱的十年里 好好栽培她 本该是新时代出类拔萃 又独立果敢的女性 结果被宠成了温室下的花朵 毫无生存能力 任性 冲动 坏脾气 林静恩的未来 或许要经历一段漫长的颠沛流离 被扭去了时空的人生 面对的是茫茫如荒野的孤独 他没有读书 没有朋友 更没有父母 所有人都在看笑话 林静恩一举一动 被割成碎片的同时 还要被网络直播未来 多年以后 他可能会醒悟 那个他爱过的老男人 是怎样贪婪 而又卑鄙地窃取了他的人生 夏天的风里 卷裹着无数微小的草子 就像林静恩对李坤城轻飘飘的思念一样 被风吹向了无知的领域 在冷漠的城市里死亡 在潮湿的荒野里繁盛 最后再把时间和空间 染成成千上万个无法分辨的绿色 用双手拨开茂盛的柔软的高草 下面是一片漆黑的爱情的尸海 乱哄哄过后 终将百无聊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